好 接下來呢 我們介紹一下防火牆 那在伺服器的安全上面 防火牆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等於是這個管控 這個所有風暴進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好 那防火牆呢 它主要的功用是限制某一些服務的這個來源的存取 比如說FTP在傳檔案的時候 有哪一些這個 比如說織網域以內的主機呢 才可以去使用 那對外的這個 Internet不能用 那就是透過防火牆的設定 那它也可以去限制整台Linux呢 只接受 這個TripleW的要求 其他都關掉 這也是可以 那或者是呢 你要限制整個這個主機呢 它只能對外連線 也就是說外面傳進來呢 是不能傳 所以它可以透過一些 機制呢 來設定它 像 防火牆的這個 條件的設定 來達到你要的這個需求 好 所以防火牆呢 它的 重要的任務呢 有這些 比如說 切割 被信任跟不被信任的這個網段 因為有一些呢 是提供大量的 這個 編譯的服務 方便的服務給 使用者去用 那它 呃 需要比較寬容一點的這種 設定 那有一些是安全程度比較高 包含這個 比如說 是 企業內部 系統的使用 這個 權限 那就要安全性高一點 所以我怎麼樣可以去做這樣的切割 可以透過防火牆的 設定呢來做管理 而且呢 它可以劃分出 可以讓Internet服務 受到保護的這個部分 那 也是由防火牆來做 同時呢 防火牆還有一個功用就是它可以去分析 可以接受跟不可以接受的風暴狀態 然後呢來 做風暴的這個過濾 好 那這邊有幾個範本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一個 例子 比如說 內外網呢 它是分開的 那安全程度的話 它有 這個 不一樣的這個要求 所以 比如說中間這個呢 是Linus的這個Firewall 或者是 路由器 好 那裡面呢是我的私網域 這個private 內網 那這個部分呢要比較安全度高一點 所以 我是不是只有對外服務的 這個部分呢 它可以 進來之外 那你看內網它是不是也要能夠出去抓資料回來 所以呢這個風暴 在 Linus的這個 Firewall這邊呢它就可以做一個初步的過濾 所以呢它的這個 內外網呢是分開的那安全防護的權限呢 對內部的話安全權限是 開放的 是比較 內網自己在連的時候是比較open 比較沒有什麼限制 可是對外的話 那它的管制會比較多一點 好 再來呢這是 內部網路 包含這個安全度更高的直網路 那 防火牆之外還有 內層它再設一個防火牆 所以這個 防火牆外層的防火牆呢是對外 那進來之後呢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再去切 直網路 那直網路進來之後我可以用一個更 條件更多更嚴格的這個 防火牆呢 來做這個管控 來過濾 這個 雖然外面這個防火牆是放它進來的 可是萬一這個風包呢是 夾帶一些 不好的這個 行為的話 進到內層防火牆的時候它的安全 安全規則呢 就會把它過濾出來 所以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切割 做保護 好 那在這個防火牆後面加設 這個 伺服器主機的話 通常我們會有幾個做法 那其中呢就是用什麼 進來之後它有防火牆轉 轉破 轉到這個 內網去 那這非軍事區的部分呢 那它就是 直接讓它可以去存取 那這只有一個 防火牆的管控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你看我這些Mail server Triple Triple W 跟FTP server 這個呢本來就是要對外服務的 可是呢有一些像這個暴力攻擊呀 或者是有一些 呃 我們叫做Denied of service attack 那這些東西風包大量進來的時候 Linux這個防火牆的這個部分呢 它就可以過濾 如果說你是同一個IP來的大量的這個風包的話 它就可以把它過濾掉 所以它有一些 這個過濾的機制 可以在 防火牆裡面設定 好那進來 它進來之後呢 這些伺服器它本來就是要對外服務的 所以 基本上只要 這台主機 它對應到的服務呢 它都要提供服務 好那 在這個防火牆內網裡面我們 可能有企業本身自己在跑的公文系統或者是 呃 企業內部的一些應用系統 那還是要一個防火牆去 這個管控 避免這個 避免有一些風包或者惡意的行為呢 去入侵到內網 所以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切割 所以 大家好在 這個 部件網路的時候 尤其是在企業內部在 架構 公司內部的 網路的時候 要先切割好 要先規劃好 你的這個 哪些主機呢是重要的 哪些主機是對外服務的 然後呢你的防火牆要怎麼設定 擺設 然後有哪一些路由器網路設備 可以讓你的 網路呢 很順暢 除此之外呢安全度也是可以 獲得保障 這是 呃 在網路設定架構規劃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概念 那防火牆的作用就是在很多重要的節點 幫忙做管控的一個 機制 好那防火牆還是會有一些 使用上的限制 比如說 這個 防火牆呢他可以分析工作 或有這些 他可以拒絕讓Internet的風暴進入主機的某些 端口 比如說 33064 MySQL 或者是我們叫MariaTV的 這個資料存取Pore 好那我們可以把這個Pore封起來 這是 防火牆做得到的 那他也可以拒絕某個來源的IP 禁止他進入 比如說有的人 他就是做一些惡意的行為 那他因為一直攻擊某一台主機 我們的主機 所以我 一旦呢發現他的這個 風暴呢短期間 大量的傳送 那我可以 設定成什麼 就把它Band掉 主動把它Band掉 那把它擋掉之後呢 這些 這個IP來的風暴 我就一律都把它丟掉 都不把 交給主機去處理 這樣子是可以做得到的 再來呢他可以 拒絕帶有特殊 奇標的這個風暴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當我們發現有一些 風暴的樣板呢 他都是有 比較有危險性的 比較有威脅的 那我可以把這一類的風暴呢 把它Drop掉 再來呢他可以分析 Mac 來決定連線與否 因為有一些 這個 網路上的攻擊呢 是我攻擊完之後 我換IP繼續攻擊 可是他網卡沒有換 他只是換IP的話 這樣子呢 他還是可以攻擊 所以呢其實我們不只是 針對IP 也可以針對Mac 去鎖定 到底要不要讓他連 這是 防火牆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防火牆 畢竟不是萬能的 他有一些情況還是做不到 比如說 他不能呢 抵擋木馬 或者是病毒 因為病毒呢是你 已經到 系統主機 被執行起來之後 對主機造成危害 那雖然呢 有一些分析是可以針對風暴內容去分析 但是呢 當今天 病毒呢被拆解成 很多風暴的時候 其實 防火牆本身並不是防毒軟體 他沒辦法去辨別 這個風暴是不是 病毒的風暴 所以他只能 做我們剛剛講 講的事情就是 針對 特殊的 這個IP 特殊的Mac 這些做管控 但是他 沒辦法去了解到這些 風暴裡面有沒有病毒的特徵 這個是他做不到的 再來就是防火牆 對於內部 的這個 內網的攻擊呢 比較沒辦法承受 因為呢他只能管制哪一些人出去 哪一些人進來 他可以做這樣的管控 可是當一個合法身份的人進入到 防火牆之後 所做的一些惡意的行為 他其實已經進去了 所以他也管控不到 所以呢他在這方面防火牆的 抵擋能力是比較 weak 一點的 所以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一些示意圖上可以看出來 如果說你要加強安全性就是什麼 當你進來之後 萬一這台Triple W的主機 伺服器中毒或者是他 被入侵了 他會危害內網 對不對 好那你雖然通過這個然後這一內層的被 被 入侵了 這時候呢 你的辦公系統如果說你要加強安全度就是要在另外一個 Firewall 來管控 這個由他發出來的 攻擊 也許在這個部分呢他可以攔截的到 所以他沒辦法百分之百的去 就是 對於內部所發起的這個攻擊的話是比較 沒辦法去承受的 這是防火牆的一個限制 好所以我們除了有設備的 這個 管控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人員的教育訓練 要讓 這些使用到電腦的 人員呢 對公司的忠誠度呢都要有一定的這個 認知 還有一定的教育訓練 不然 這個 公司內部的人員呢 變成是外部入侵的幫兇的時候 其實你 這承受 攻擊的能力是比較低一點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網路主態設定檔 跟工具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講過 網路的設定檔會是在ETC底下的 SysConfig 底下NetworkScript 那我們目前的虛擬機來看的話是 IFConfig底下 Ethernet0 看一下 ETC底下的SysConfig 然後Network SysConfig 好那我們只有一張網卡 那網卡的名字是 EMP0S3 EMP0S3 OK 好 那這個代表這張網卡 如果有出現 IFC FG 這個網路卡 LO這個代表是內部回路 內部網路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你 正在使用的網卡 好那你要使用這個 網路設定工具呢 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 網路管理 Network Management 跟Network這兩個 那 前面呢是屬於動態啦 動態網路 這個Network的部分呢是屬於這個固定 網路的部分 固定網路的部分 好那 這個 Network Management呢是為了要讓使用者呢方便在各種不同的動態網路裡面去連線 比如說你帶著筆電 那你到公司去 你到這個 車站 你到有 有線網路的地方或者是你要用行動網路上網 那他 都可以做良好的調控 讓你的上網 這個更方便 這是 NM 好 那 有了這個工具呢 你就可以輕鬆的在各個環境底下 去使用網路 那 Network這個呢是比較適合像伺服器 固定就在那邊不會動的 那不會動的話你就用Network的設定 他就 比較不會 他必須要花額外的資源去偵測目前所在的 環境到底我要套用哪一個 因為他 呃 他的環境需求呢相對單純 因為他 就是一台伺服器 固定的IP固定的POR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防火牆的部分呢是Firewall D啦 好 Firewall D的部分呢 那 早期在Centos 6的時候 Centos 7之前 在Centos 7之前都是用IPTables的檔案呢來做修改 那Centos 7之後呢就不再用IPTables來管理了 因為IPTables基本上就是你要 開這個檔然後呢去修改內容 那很多時候呢因為你遠端連線 那你遠端連線的時候你 你下錯 就是你檔案內容改錯比如說少打一個字多打一個字 都會造成 重啟 網路的時候呢失敗 那重啟網路失敗他的 設定檔沒辦法讀完整的話 網路會斷線 所以反而會造成一些麻煩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不是沒有解決之道 其實在Centos底下他有一些 測試工具就是你在套用 這些設定檔 之前 你可以下一些指令去偵測 我的設定檔有沒有BUG 沒有BUG你再去下指令去把它RELOAD 但是呢畢竟是比較麻煩 所以在Centos 7之後呢他現在改採 新的這個 Firewall D呢來做安全的管控 好那Firewall D呢他有動態設定 他有多個ROM 那這個ROM呢 各位可以把它說成是區塊 那他可以針對 你的這個情境呢 總共有9個狀況 去選定你要在哪個ROM 設定哪一些 網路可以運用 那他有一些圖形化的介面 可以方便使用者去管理 好那Firewall D呢他是一個新的防火牆機制 那可以動態管理 他的這個服務 不用這整個斷線 那來看一下他要怎麼樣去 設定Firewall D 好那Firewall D的這個指令呢基本上就是用Firewall 然後呢dash command 然後後面加參數 那Firewall的 在Centos的這個Firewall D呢他有ROM的這個概念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是地區啦 那 坦白講他就是不同的應用情境而已 好所以這個ROM呢讓使用者在不同的網路環境裡面有不同的管理原則 其實就是 不同的劇本套用不同的這個規則這樣 好那跟過去的 情況來比的話 因為你IPTables寫下去大概就是 他裡面 也可以分Zone去管理他 那 差不多 那如果是 大家都用同樣的原則的話有時候會有一些 問題出現 所以他並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用Zone來做 會比較有彈性一點 這邊有個例子啦 在家裡裡面 你回到家 比如說你的筆電 你回到家 你在家裡面的話他就不用 使用80號Po 在公司的話就開啟80號Po 這是 一個簡單的例子 當然以現在的情況來講 80號Po在什麼時候打開 那就 看情況 好那你要查詢說你現在網卡所套用的ROM是哪一個 你可以用這個指令 Five or the command 減減 Gate active zone Active就是 被啟用的 被啟用的這個ROM是哪一個 你可以去做做看 我們來試一下 那我現在是root 所以我直接下指令 Five or D 沒有D Cmd 然後呢 減減 Gate Five or 各位這邊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說 減減呢通常是代表這個參數很長一串 那如果只有一個字母比如說我們在看 版本的話 Five or Cmd 減V 好減V就只有一個字母所以我用一個減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像這樣很多個字的話那你可以用兩個減 OK所以我們看到的 我們現在 的這個 ROM有兩個 ROM有兩個 那每一個ROM呢他用到的 網卡是哪一張 這是 VirtualBox的虛擬網卡 那這一個呢是 這個我們對外連線的網卡 EMP 0S3 那他的ROM呢是Public 就是用這個指令去看 Gate 減減GateActiveROM 就可以看 好所以他 查出來結果是長這樣 好那再來就是說 那你了解這個ROM之後你可以 看看這個ROM底下所有的設定 真的這個ROM你到底設定了些什麼 OK 來看看好所以我們來 Firewall然後CMD 減減 我要設定ROM 等於什麼 Public 然後減減 List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去知道他所有的設定 針對Public這個 Public目前是Active的有啟動的 然後呢TargetDefault 那底下針對這個Service 他有開啟的服務有哪一些 有HTTP IPv6 Client 還有 HTTPS 跟SSH 所以你這樣子就知道他有開了 哪一些服務 在針對這個Public這個ROM的情況底下 好那有同學可能會覺得說那 到底ROM有哪一些格還是ROM我可以自己命名 事實上 ROM呢總共有9個 有9個 那Public是最常用的 那另外有External就是公開網路 那 他可以應用在IP跟Net的網路底下 然後呢DMG就是非軍事區域 允許對外對內部的 內部網路只有允許 的時候呢才可以連進來 好那你可以定義是Walk 工作區域的ROM 所以呢其實就很簡單 你就是我今天 這台機器我設定的 這個ROM呢是Public 那我今天 把這個機器呢搬到公司去了 我公司已經設定好一套的這個網路連線的情境 所以我只要把Walk這個ROM把它啟動起來 然後把Public這個ROM關掉的話 我就整個情境的 方後墻的規則呢 我就會一併的去 做好對應 置換 才不會說 我要重新設定一次 或者是 我在家裡用的環境 設定跟在公司設定的環境 設定又不太一樣 那我每次要改來改去很麻煩 你就可以 用一個ROM一個ROM的方式來去做 好那 9個情況底下還有一個是HOME 然後家庭環境 還有Internet 網路 網際網路的部分 還有Trust 接受 所有的網路連線 還有Drop 就是把所有的封包都丟棄掉 只有 允許 往外的連線呢是許可的 那最後一個呢是 Block 就是 進來的封包呢全部都拒絕 然後用ICMP 就是網路管理封包呢去回應對方 那 只有允許 往外的封包呢是 連線是OK的 這是9個ROM 好所以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以Public為主啦 因為我們的SERVER 原則上不會一直搬來搬去要一直換ROM 不會 所以 基本上我們去設定一個Public ROM 基本上也就OK了 好 那你在啟用網卡的時候呢 這邊 這邊 我們要切換ROM 講錯了 切換一個ROM的時候 怎麼去下指令 指令 就是像這樣子 Firewall Command 然後ROM 設定成這個 然後網卡要改變的話 就是減減 Change Interface 換成哪一張網卡 所以你的ROM換了 那你對應到那個ROM的這個 網卡假設要換的話 後面可以接 這個設定 OK 所以假設你要把它換成Walk 就減減ROM就可以了 然後你 這樣設定完之後你可以下個指令去GetActiveZone 你就會發現這個有改變 我們來試一下 好在改變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這運作的 這個 網卡跟ROM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用 Get ActiveZone 好那我們看到 ActiveZone 就是Public 裡面的網卡是這個名字 好那我們現在要改對不對 就Firewall -cmd 減減ROM變成 Walk 然後呢 變成Walk 再來就是 減減 ChangeInterface 等於什麼 EMP0 S3 這樣 好然後呢我們再把它 套用 我們再去取出來看看 有沒有我們剛剛這邊本來是Public 原本是Public後來變成Walk 從Public變成Walk 從Public變成Walk 然後它的網卡是這一張 OK 所以這樣子可以去切換它 好但是呢你這樣的設定呢在你重開機之後就會消失 就會恢復成以前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暫時套用 它並沒有做什麼 它並沒有去做這個 你設定完 Firewall的command 它不是每一個都像我們剛剛看的Zone 這樣子你改完它就跟著動了 你還是要把它reload 載入 載入 但是呢 你 如果說 你even是現在reload 你在重開機之後還是會不見 你剛剛的設定套用會不見 那怎麼樣 設定下去之後以後不管開機幾次 我的設定檔都會按照我剛剛所設定的 持續去運作 好主要就是加入這個指令 Permanent 好把它設定進去之後呢它就會把它寫到 設定檔 所以我們加這個指令 好所以我們在設定好我們把它設定回來好了 因為我們在 反正就是 做測試而已好所以我們再加一個減減 因為 超過一個字母我們就要兩個減好 然後下指令 Permanent 設定進去之後他就會幫我們改 他就寫到資料庫去 他就會告訴你說這個 已經設定成public 然後 你要套用最好每次修改都加一個 只要沒有bug出現的話你都加一個reload 這樣才能夠去套用他 他就會把它載入 OK 好所以你防火牆的設定改完之後呢 加fireword的這個command 然後呢reload 剛剛改了再把它載入一次 好 那 假設我今天要新增服務 這個同學之前有練習過就是我加了這個 網頁伺服器之後我開過80號port 好那開80號port跟加入服務呢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你開單一個port 那就是一個port而已 可是呢如果說我的服務呢一開有兩三個 四五個 port都要跟著開 mail server裡面因為他有一些pop pop3要連線的這個設定還有加密通道 要設定那他會開很多port或者是ftp他也有兩個port要開 好那你這樣子一個port一個port的開呢有時候會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開了A忘了開了B 這樣連線會失敗 所以怎麼樣避免這樣的狀況呢 那你可以用這個加入服務的方式 他自動就會去找對應的port幫你開起來 好那怎麼做呢就是sudo 那如果你是root就不用加sudo fireword command然後呢zone是哪一個 然後加入哪個服務 然後設定了permanent 他就會把他寫到資料庫去 寫到他的設定檔裡面去然後就 可以去設定他 所以我們以ftp當例子來試試看齁 我們先看現在的服務裡面齁我們剛剛已經有試過齁再看一次 然後呢我們去list 針對public 目前來講他開的服務裡面 ftp沒有對不對 沒有ftp 所以我們現在 減減 然後呢zone我設定程式public 針對public這個zone呢我去 加東西 然後呢 減減add 減減 減減 Service 等於什麼 h 我們改成ftp 針對ftp我要去加他 然後呢減減 permanent 這樣子 好那success之後呢 那我們在做什麼 這時候你去看可能還沒有加到 這個zone的設定裡面齁 所以 我們list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 對不對 這裡面還沒有出現ftp 可是呢我如果做了一件事情是firewall 然後呢cmd reload 我把設定 重新再載入 一次之後 這時候我去看他的list就多了一個什麼ftp 所以有些時候齁你不要說我設定完之後就要 去用然後結果發現還是不能用 那代表什麼 你設定錯誤或者是什麼 你根本就忘了reload 沒有把那個規則呢重新載入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加那個permanent 所以他會寫到 設定檔上去 那 以後重開機呢就不會造成什麼 你的設定條件又不見了 這是他的一個 要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用add service的方式 然後把你的服務打上去 OK 好再來呢 這個 如果我們要開一個 特定的port 比如說我寫了一個特別的系統 那我要去連別人的 這個資料 比如說我要讓人家連好了 我 寫一個程式 別的同學呢 過來連我的這個資料 去 我的端口呢 抓資料 回去用 那這時候我要開一個port 不是在 我們預設的這些服務底下的怎麼辦 好那我們就可以針對port的部分呢 去做設定 那這邊的範例呢 我們是用8080號port 單組針對這個port去開他的TCP 服務出來 允許他可以用TCP連線 好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來看怎麼去操作 其實 也蠻簡單的 這是目前的情況對不對 port的部分 只要是預設的 他都不會顯示 所以我們開了這些服務呢 預設的 port他都開了 所以我們就不會在這邊顯示 不然會 很長一串 好那我們現在要加入服務 加入特定的port 所以 Firewall 看上面 好那剛剛是add service對不對 我把它改成addport 那哪一個port呢 假設我們是8080號port 然後 8080號 8080號port的TCP 協定底下 我把它加進去 允許 對不對 然後成功 成功之後呢我們在做什麼 reload 重新載入之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結果 有沒有 我們在port的地方就多了8080號port 好那我們剛剛這樣測試 啊 我要怎麼樣把它移除 假設我開錯了呢 我要把它移除掉怎麼辦 那各位 也是 也不會很難 一個家那移除了就是移除 什麼意思 把add改成remove就可以了 remove就是把它移掉 移掉之後呢記得要重新reload reload之後呢 再去看 roll底下的設定 剛剛的8080號port就被關掉了 這樣就沒有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add就可以remove去移除掉 所以 你不只是可以removeport也可以remove什麼 service把它移除掉 都是 一個add一個remove 成對的這樣子設定 好 好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使用fireboard 的服務 假設啦 你不想要用它 你要把防火牆關掉 那你要把它停止的話 就是 system control system control stop 這個fireboard 第一點service 這樣就把服務停掉 呃 其實不 不建議這樣子做啦 因為防火牆一關的話 代表 呃 沒有人管控你的大門 所以 任何風暴都可能進來 尤其在現在的這個 呃 綁架軟體這麼盛行的 時候呢 還有網路 這個各種攻擊都持續存在的情況底下 不建議各位把這個防火牆關閉 但是假設 真的是你有特殊情況 需要 把防火牆關掉 那你就是用 stop system control stop 就可以把它關掉 好那你會發現它這邊 它的這個 Active狀態叫做 Inactive 就代表什麼 Dead 死掉了 它被 關掉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要關防火牆 我是用 我是用 System 然後stop 一個服務 叫什麼 點service 什麼意思 好那它就在關防火牆 那你怎麼知道它關掉了 你可以用 Status 然後Firewall 好那它就有個列表告訴你 這個Active 目前是Inactive 代表它死掉了 好那如果你要 啟動它就是什麼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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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啟動起來 好那怎麼知道它有啟動起來呢 你用Status去看它 有沒有它就出現告訴你Active 出現Active 然後Running 正在執行 OK 然後它的主要的 Process ID在這裡 好那底下有很多訊息啦 那你要離開的話 按Q 按Q它就可以離開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 啟動 跟關閉 的一個指令的做法 那假設呢 你是從此之後都不要再用到防火牆 Firewall D都不要用它了 那你就是用Disable Disable來 把這個Firewall D關掉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用這個 作業系統提供的Firewall的話 那你應該還要用其他方式來做 安全的管控 不然的話你這樣子 系統上是蠻危險的 好以上是這個Firewall的介紹 提供給各位參考